潘恆遜出席上河航運高雄溫州小三通的首航典禮 我再想到一次 這個所謂小三通的首航典禮 完全是這一家純物公司自己的業務 跟高雄市政府沒關係 那當然啦 沒關係你潘恆遜去幹嘛 你就別去吧 去人家cue你 你還說市長知道 你還把韓國瑜拖下水 也沒必要 知道這件事情跟參與這件事情 核准這件事情 幫助這件事情是兩回事 好 這件事情馬上就被質疑了 陸委會跳出來說這是騙局 還指明高雄要製造發大財的假象 還發了一個貼圖 高雄期間沒有到溫州的洞頭 沒有小三通 你看陸委會多認真 多認真要打高雄市 多認真要打韓國瑜 然後包含了翻白眼女神 過去的太陽花女神 都出來講說秀下線的鬧劇 好 這些話請洪慈庸請黃潔 同樣送給賴清德 因為早在兩年前賴清德就幹過這件事情 王安哥剛剛給你看的是賴清德 跟這個船部公司主管或是老闆的合照 我們這邊還有 這誰 我們不清楚 這是那個 王定宇 就是台南的幾個立委 幾個立委 通通都去了 他們現在說 潘恒旭你怎麼可以跟這個船部公司有問題 搞小三通還比讚 因為他們兩年前也比過讚 大家站在一起 監裁比讚 這就是雙重標準 所以從這裡我還可以講一個重點 逢中必返 仇中必用 這就是民進黨在2020一個最重要的選戰主軸 別上當 老師 如果小三通是通敵的話 通匪的話 那蔡英文可能要負完全的責任 因為是他開始 對 入委會 小三通是蔡英文所推動的 而且他認為這是他重要的政績 他在前一段時間 應該在上個禮拜才又跑去金門 然後他又再度強調 說這個小三通就是我所做的 如果說今天把小三通界定是通敵的話 可能民進黨的上下 要先批評 攻擊 否定一個人 甚至把他用內亂外患罪來處理 那就是蔡英文應該要被處理了 我想這個部分裡面 民進黨當然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們一向是雙重標準 對自己的人是一個標準 對別人是另外一個標準 不過我在這段時間 其實我是這樣覺得 就是說我們回到上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覺得小三通 其實我們現在大家大三通都開放了 大三通都開放的情況之下 小三通增加設點 請問有沒有問題 如果真的覺得兩岸通航 或者是通商這些東西 全部都防害了台灣的國家安全 這些都是國家安全的罪人 那請你蔡英文政府從現在開始 你就開始禁止大三通 大三通也廢掉了 大三通不是比小三通更嚴重嗎 大三通的範圍 不是比小三通更大的許多嗎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就是禁止持航 都不准飛了 禁止通航 禁止通商好不好 我們全面鎖國 只有這樣子我們台灣 才可以安全不是嗎 照你們民進黨的標準 不就是如此嗎 婚林他不敢 他就是不敢 我跟妳講 現在就是 就是知道他不敢 他敢這樣嗆 要他趕快得了 還玩笑 就好像他在立法院裡面 掌握多數 他也不敢全面證明制憲 他現在用一個取代性的做法 怎麼樣 大法官全部我的人 超過三分之二 以後你中華民國憲法 就隨我這些獨派的大法官 我愛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 我用解釋憲法的方式 來達到我獨立的目的 來達到所有的獨派的言論 都可以在台灣暢行無阻 但只要你有一點逆耳之言 你全部都違憲 不就是如此嗎 台灣現在就這個樣子 所以台灣現在用雙重標準 來對付韓國瑜 有什麼奇怪呢 台灣早就是已經一國兩制 大家不知道嗎 凡是綠營可以做的 凡是綠營政治人物 可以倡導的 藍營通通不可以 比如說他們曾經倡導過大機場 比如說他們曾經倡導過資金區 這都是他們一個一個 免稅區 情金 賭場 沒錯 媽媽也搞過 全部都是他們要的東西 但今天只要你是藍的獎 你就是什麼 你就是草包 你就是無腦 你就是用盡所有的手段 來抹黑這些藍營的政治人物 但我覺得今天老百姓要了解 老百姓要看得懂 老百姓如果繼續去看那些 只會一面抹黑韓國瑜的電視台 被他們嚴重洗腦的話 台灣永遠是一個沒有是非的地方 台灣永遠是有一群人做就是對 另外一群人做就是錯 這樣子的一個台灣 你還說你要團結台灣 蔡英文是最能團結台灣的人 最能帶領台灣向前走的人 我覺得台灣就只有原地踏步的份 沒有什麼向前走的可能性 我再回來講這些孩子的是 當時文革的時候 洪衛兵也覺得他們很愛國 是不是 洪衛兵也在覺得自己很驕傲 都在執行一些愛國的任務 結果是怎麼樣呢 結果文革讓大陸 變成什麼樣的一個局面呢 我覺得這些孩子 因為他坦白講 我覺得孩子們的了解 並不是這麼全面 所以真正的可意的 是拿這些孩子來炒作的大人 因為這些孩子他並不了解 就像我剛剛講的 要比說謊更嚴重 請問蔡英文的說謊 已經驗證了多少個都是謊言 包括剛剛佑正講的那些事情 這些都不必備場 這些孩子了解了嗎 當蔡英文跟韓國瑜 站在一起比較的時候 誰是一個說謊的慣犯 而你會想要去嗆蔡英文嗎 對不起 你進不了他的聲 因為他旁邊有太多隨乎 他有太多國安機制的保護 相對於馬英九 以前執政的時候 你記不記得 以前那些什麼陳薇廷 喜歡丟鞋子 丟書 然後丟了以後 這個國安人員 不過是用一個王子 把他攔住 然後就被這些獨派人士大罵 說你沒有接納這些 民主意見的亞料 怎麼可以用網子攔起來 然後媒體在大作文章 說他們又出了多少網子 沒錯 補鞋網 補鞋網 就算是他們拍這種很好笑 就很補勢 是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 但是蔡總統 對 蔡總統沒有出網子 因為他用鋸馬 把你在 鋸馬 800公尺上面就擋住了 對 你根本就不用通行了 蔡英文在地方 你那鞋子用力丟 你也丟不了800公尺 你打不到他 甚至他發紅包的時候 只是疑似有人要嗆聲 疑似隨後人跟麻將 轉頭就拉走 對 這就是蔡英文 這就是民進黨所 提倡的民主範本 有這樣的民主 我們真心覺得 真是丟人現眼 這就是朱鎮湯會做的事情 一講你就知道是他了 剛剛那個為什麼愛說謊 為什麼愛說謊 你要拿給朱鎮湯 拿給朱鎮湯 對 因為你之前說 你退出政壇 你現在又跑出來了 不行 他會這樣子 會這樣 開肩打肚 那個小孩會 學生會內傷 他會收下那本書 對 黃的學生會內傷 沒有 我覺得這就是蘇貞昌 蘇貞昌日常生活就是這樣 蘇貞昌正常發揮 正常發揮 像現在民進黨 就是進入到選舉模式 很清楚 就是選舉模式 我們剛剛講小參通的事情 潘仁序局長應不該去參加 剛剛大家都說 這當然是可能有爭議 但是我們的陸委會 可以在這麼快時間之內 馬上發動攻擊 政府的效率也是前所未見 他可以在這個事情爆發之後 兩 三個小時 新聞稿馬上就出來 而且還做貼圖 小片做的貼圖也要時間 然後資料搜查也要時間 資料早就在這邊等著你了 而且陸委會用什麼詞句 他用了一句話叫做 這個他們去小參通 這叫做政治操作的大騙局 對 騙局 各位觀眾朋友 你有看過政府的機關 用這種政治口水的說法 在批評另外一個地方政府嗎 我們把政府跟小老百姓分開來 我們現在看到是政府之間的 互相政治攻擊 這個大家不會覺得很誇張嗎 陸委會如果你是針對 你假設你真的認為這個事情 跟高雄雄市政府有關 你就把其中的疑慮 法律的問題說明清楚就好了 比如說這個違反了什麼法律 或者是這個船家 他有什麼問題 你為什麼要說 他是政治操作的四季騙局 有必要用這種選舉的口號 跟語言嗎 這個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叫政治操作 我是說陸委會 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叫政治操作 而且所有的民進黨的議員 跟全部醒過來一樣 我們平常也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但是只要跟韓國瑜有關的 馬上每個摳嘴噴得一個比一個遠 這個是太厲害了 這真的是 我覺得政府從來都沒有 那麼大的效率 我們回過來講 但我們反映 現在只要是韓國瑜做了什麼事情 現在中央機關 每一個人都有意見 像韓國瑜在2 3月的時候 他出國去拚農產品的外銷 非常辛苦 大家可以看到 死碎幾個小時 又要面對媒體的採訪 又要面對僑胞 然後又要去拚農業 結果我們的農業部的主委 陳吉仲 那個什麼通路是既有的 那個又怎麼樣了 我們比較厲害 所以韓國瑜說 拜託我在外面拚 你不要用小牙劍刺我好不好 還有這個山痛的事情也是 還有登格勒這個事情 登格勒這個事情 是讓大家最看不下去的 因為你說農產品那些 大家打打嘴炮什麼的 頂多影響的就是外銷的成績而已 可是這個登格勒是生命安全 生命安全被當作籌碼 來當作政治口水 政治操作的一個工具 大家當然不能接受 因為每一個得到登格勒的人 他們都是很痛苦的 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韓國瑜一直要去 韓國瑜在第一時間 在行政院院會 客客氣氣的跟你蘇貞昌拜託 結果你蘇貞昌怎麼樣 後面一連轉的這些政治操作 我覺得大家都看在眼裡 真的很不能接受 蘇貞昌怎麼樣你知道 蘇貞昌跟人家講說 韓國瑜在院會裡 都跟我90度鞠躬 可見我們中央做得多好 這邊有三個部分 我覺得要釐清一下 第一個是小三通的是金馬棚 確實是可以小三通的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兩岸之間 有沒有海運直航 有的 全台灣有開放13處 而且是在97年12月15號 兩岸就開啟了海運直航 大陸那邊是有72個點 好 這是第二個部分要釐清的 第三個部分是什麼 防疫或是說開放的品項 那又是另外一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到中央是公然說謊 他說你這個不要 這個航線有問題 然後你們怎麼可以亂自 開放什麼首航 然後又說 沒有跟政府報備 說政府沒有核准 所以是騙局 假象 是 但是他重點 後面還講了一句什麼很吊詭 他說我們不能拿防疫開玩笑 他扯去扯非洲豬瘟 對 沒有錯 他去扯非洲豬瘟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航線是中央的職權 防疫或是開放的品項 這也是中央的職權 問題是這個跟所謂的豬瘟 到底有什麼關係 我們不知道 為什麼你就可以在一個新聞稿裡面 把它全部都扯在一起 然後就說你們高雄市政府 怎麼私自好像要開放這些品項 沒有這件事情 從頭到尾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是不是你行政院自己 在散佈所謂的假新聞 我們覺得是非常可恥的 你要不要出來說說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並且我覺得行政院 在這件事情的態度上 是很奇怪的 就是說我們看到他所發表的 都不是對人民有利的事情 你現在應該是要看說 到底我們現在 兩個海運的直航的點 有沒有是 未來他們有沒有人要申請 或說這樣子會不會更便利 未來的農漁產品 這樣子是能夠更便利的 你都沒有針對這些人民 真正關心的事情來做說明 那你只是怎樣 你就只是黑高雄市政府 你就只是在黑韓國瑜 你就是百般的阻撓 所以我們真的看不到說 到底這個行政院 你真的是有心要為人民做事嗎 沒有 你們就有在拚選舉 這不是台灣人民要看到的 難道你不是應該 先對你自己的言行 先檢討一下嗎 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示範 對 你這個事情去扯到非洲豬 我都會覺得 所以上面會載很多 仇衝 偷偷出去 載很多病死豬回來這樣 對 怎麼可能 高雄有高雄的防疫關口 那就是希望讓所有台灣人 聽到大陸都會害怕 都會討厭 恐懼 我們到後來 其實就是為了選舉 就是為了選票 如果真的兩岸關係這麼嚴峻 為什麼現在還有這麼多的直航 這麼多的通商 這麼多的往來 你早就應該要斷絕 真的這麼恐怖的話 快回來 每一個中華民國瑜 不要回來 真的不要去 快點 三個月內半年再趕快回來 不然 不然你就用PD手段 直接把直航給斷掉 之前夏立妍跟陳其邁的 那個訪談 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肯亞事件的時候 都沒有PD手段 他說不然 不然我講了 你也不像 你講啊 不然我們就直接 我們就取消陸克來 我們也不要直航了 一定要做他這樣子嗎 不然你要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 現在這個過程就是說 其實民進黨 其實他很清楚 我跟觀眾朋友 我突然就插話了 沒問題 去年為什麼國民黨 會贏15個縣市 或者說為什麼民進黨會大敗 除了民心想要改變 還有韓流影響了 這些庶民的政治之外 重點就是民進黨做不好 能源的問題沒有解決 經濟的問題沒有解決 年輕造成了剝奪感等等 我剛剛所講的這一些 都還沒有改變 所以其實剛剛我們講的 嗆 搞 愁 這三個字其實是有鋪陳的 你真的把我四三個字 當成鬧牌子寫出來 真的 嗆 搞 愁是真的有鋪陳的 而且這三個字只有一個目的 我順著韋漢剛剛講的話 就是去年的15個縣市勝選 後來韓國瑜歸結不是他一個人 是因為韓國瑜現象 蔡英文他們就很聰明 他把這個韓國瑜現象 那我就歸結在 規則在你韓國瑜一個人身上 所以這嗆 搞 愁這三個字 我當然就是 基本都是衝著韓國瑜來的 衝著韓國瑜來 這第一個 首要目標 第二個我就呈現片面的資訊 比如說嗆 或者是搶 搶那個年輕選票 他就會對比說 你韓國瑜或國民黨 你都是老人 你不要忘記 蔡英文年紀也不輕